搞笑地舉個例子,當你是一個鑽石王老五,例如周星馳那樣,八壽興家, 去到幾十億,在生時也有做慈善,也有照顧家人,也有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, 他也有經歷不同的感情的生活,到他六十歲的時候,也是一個good timing, 去退休生活的時候,會不會去安排一下,可以用保單的形式, 將來有一天走開的時候,除了做慈善之外, 除了對家人的一些take care之外,對每一個前度,都可以做到一些驚喜, 甚至乎一些他們意想不到的回饋,有很多生意人幾十年去拼搏, 很多時他們都專注在事業裏面,可能又會疏不住在愛情, 甚至乎可能在愛情的經營未必是最好, 不過當他們有一天真的走開的時候,幾天太太也好,或者每一個前度, 他都留到一些心意給他們,當他們收到的時候,我覺得都是幾浪漫的, 是的,有時候都不是那個銀馬大小,而是有些事情,我們不會在在生的時候做, 是的,而有些事情是在走開的時候安排, 讓自己好像都走得心安理得,人壽寶丹真的可以幫人家完成很多他們在搏殺的時候, 或者在在生的時候,未能夠完成的心願, 是的,最重要是他想到,而他健康,OK,保險公司審核過了,OK了, 他有這樣的資產,買到這樣的保額,那我靜靜地去安排, 是的,到有一天,人客真的走開的時候,我覺得當受益人拿到支票的時候, 他一定不會罵那個投保人,還有受益人拿到那筆錢的時候, 無論他自己要不要也好,他都可以再去做慈善的, 是的,用一個槓桿的原理,一個心意,去令到這個世界有更加多的資金, 產生了出來,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完成他們的心願, 保單都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工具,是的,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講的內容,都挺特別的,有價值的話,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,如果你有朋友,他都是很有情有義的, 不妨你又將我們這個段片發給他, 看看他又會不會考慮一下,用保單的形式,去安排的生意, 你看!